新年漫畫諸葛四郎搬上舞台 這是指風車劇團 在歷經道具工廠失火 克服困難 製作出的全新布景 首次進行戶外公演 而且免費開放欣賞 指風車辦的活動都很有意義 很好看 指風車辦的活動 都會跟小朋友有很好的互動 也特別有教育的意義 迎接四月兒童節連假 台中市文化局精心策劃 兒童藝術節的開場大戲 希望用經典故事 喚起50 60年代人的記憶 也讓孩子能一起體會 我們透過今天的劇目 諸葛四郎小朋友看到 在我們人生當中 會碰到很多的危機 很多的困難 我們怎麼樣憑著我們的勇氣 憑著我們的機制 還有我們的友誼 可以化險為夷 度過難關 今年漫入第18屆的 台中兒童藝術節 秉持著藝文種子遍地開花的理念 由紫風車劇團帶來開場大戲 未來七月到九月 也將安排更多的優質演出 另外因新冠肺炎疫情 也特別提醒民眾 參與活動時務必全程配戴口罩 要配合政府相關防疫措施 記者林韋志台中報導